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引人入胜的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法国决定向乌克兰 抬起一些老化的装甲车辆和先进导弹 帮助乌克兰提升地对空防御能力 这个援助计划包括数百辆VMV前线部队运输车 和一批新的R-30地对空导弹 看来老同又也能发挥新作用呢 接下来我们转向土耳其 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市政选举 这次选举被视为对总统梅杰普 塔伊普 埃尔多安受欢迎程度的一次考验 伊斯坦布尔和其他重要城市的控制权岌岌可危 看来埃尔多安先生的支持者们的加把劲啊 此外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有大新闻 他们终于部分加入了深耕区域 允许空中和海上自由旅行啊 但看来陆地上的卡车司机们还得排队一段时间 最后我们来谈谈一些更加轻松的话题 英超联赛中的塔尔文 菲利普斯因为表现不佳而成为了焦点 看来他在西汉姆联的日子并不轻松 而在另一个角落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以其独特的方式庆祝复复活节 包括销售爱国主题的圣经套装 和批评白宫的复活节活动 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体育赛事 似乎总有不断变化的故事在发生 好了 今天的今日六度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新闻能让您的一天增添一些思考和乐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法国将向乌克兰太前老化的装甲车辆和先进导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根据法国武装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纳的说法 法国正在为乌克兰准备一份新的援助计划 其中包括旧弹仍然可用的法国军事装备 援助计划将包括数百辆费也费机 一写狗地勒发独安前线部队运输车 以及一批新的阿西亚30地队空导弹 勒科尔纳表示 乌克兰迫切需要更好的地轨空防御能力 因为俄罗斯正在该地区加大打击力度 法国还加快了远程操作弹药的开发 这份援助计划是响应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 解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会谈期间 乌克兰提出的请求而提供的 土耳其选举期间 土耳其人民对埃尔多安的支持度 进行了一场关键城市的竞争 能够走吧 在3月31日的市政选举中 土耳其的投票站已经关闭 这次选举决定了伊斯坦布尔和其他重要城市的控制权 被视为对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受欢迎程度的一次考验 预计埃尔多安领导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将赢得选举 失去伊斯坦布尔将对埃尔多安和反对派造成重大打击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部分加入欧洲的深根区域 这两个国家已经等待加入该区域一三年 但奥地利一直阻止他们完全成为成员国 要求他们采取更多措施 防止非法移民 部分成员资格意味着空中和海上边境的管控已经解除 然而卡车司机对此并不满意 因为他们在陆地边境仍然面临长时间排队 这两个国家表示不会退缩 并且都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完全加入深根区 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时代 外交政策这一期的闪点探讨了历史上的革命和革命者的概念 以及我们是否正生活在一个革命时代 文章讨论了各种历史上的革命 例如1848年欧洲的政治动荡和后苏联的彩色革命 他们还探讨了革命思想的力量 以及它对塑造当今世界的影响 这一期还包括了对于汉索变革时代和全球体系潜在风险的书籍的评论 此外还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相关性 以及在当今中国讨论它所带来的风险 菲利普斯已经成为一个笑柄 难怪他受够了虐待 英国每日电讯 塔尔文·菲利普斯在英超联赛中有望成为最糟糕的租借转会之一 菲利普斯从曼城租借到了西汉武联队 但他在球场比赛中未能产生影响 临近球和临助攻 他的表现也受到了批评 并且在一场比赛后上车时 被摄像机拍到似乎像球迷竖起的终止 菲利普斯的糟糕状态令人失望 尤其是在他最近几个赛季 为利兹联队和英格兰队表现出色的情况下 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地方选举中与主要对手激烈争斗 加拿大环球邮报 土耳其人在3月31日进行了市政选举 总统雷杰普·埃尔多安试图从对手埃克雷姆·伊马莫鲁手中夺回伊斯坦布尔的控制权 去年伊马莫鲁赢得了伊斯坦布尔市长职位 这对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来说是一个打击 伊马莫鲁的胜利被视为可能成为国家职位的跳板 这个结果也被视为对埃尔多安的受欢迎程度 以及在去年一系列失败后反对派能否重新夺回政治地坎的一次考验 初步结果预计将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前公布 俄罗斯普京签署了关于春季征兵的法令 加拿大环球邮报 俄罗斯总统弗拉吉米尔·普京已签署一项例行春季征兵活动的法令 征召15万名公民服兵役 俄罗斯所有来进从18岁起都必须服役一年或接受相当的训练 今年7月俄罗斯下议院投票决定将征兵最高年龄从27岁提高到30岁 新法归于2024年1月1日生效 强制性兵役长期以来一直是俄罗斯的敏感问题 许多男性竭尽全力避免服役 征召入伍的士兵不被法律允许在俄罗斯境外作战 前众议员威廉·德·拉亨特去世 享年82岁 雅虎马萨诸塞州长期担任美国众议员的民主党人 威廉·德·拉亨特因长期患病去世 他的家人宣布了这一消息 德拉亨特一直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 他推迟了自己从华盛顿退休的计划 以帮助通过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立法议场 数十亿资金涌入主动交易型指数基金寻找便宜的发展中股票 恒博社专注于新兴市场的主动管理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寻找低估股票的投资者中越来越受欢迎 尽管只有约5%的投资于发展中国家资产的ETF主动管理的 但这些基金在过去一年吸引了超过三分之一流入该资产类别的新资金 这种转变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股票与美国同行相比 交易折价约43% 几乎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估值差距 曼城对阿森纳的比赛直播英超最新消息 英国每日电讯 今天阿森纳将在英超联赛中迎战曼城 两支球队都争夺着积分棒的棒手位置 目前排名第一的阿森纳将希望在对阵曼城的比赛中证明自己 曼城主教练瓜迪奥拉在比赛前进行了心理战 表示阿森纳还没有赢得英超联赛冠军 阿森纳中场球员迪克兰赖斯相信 他的球队已经准备好改变人们对他们在重要比赛中心理上的脆弱印象 特朗普的复活节快乐问候在圣州之后 伴随着圣经销售和激烈的帖子 雅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圣州期间参与了一系列活动 将他置于基督教节日的中心 特朗普与歌手李歌手李格林伍德合作 销售了一套以爱福为主题的圣经套装 分享了一篇将他的起诉与耶稣基督受难相比较的文章 并批评了白宫复活节彩蛋滚动仪式上对宗教象征的限制 前总统在圣州期间的行动凸显了他与保守派基督教选民的持续互动 多囊卵巢综合症PCOS症状仍然让医生难以诊断和治疗 以下是原因 雅虎多囊卵巢综合症PCOS是一种复杂的激素疾病 影响着美国约500万妇女 然而目前还没有专门批准用于治疗该病的药物 医生通常会开具非标签用药来治疗症状 如月经过多不规律或错过体重问题或挫疮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治疗能够解决PCOS的根本原因 研究资金的缺乏限制了医生帮助患者的能力 PCOS接受国家卫生研究院支持的315种医疗条件中排名靠后 而且直到最近才被列为一项项目 它在最近的1亿美元研究被忽视的妇女健康领域 或120亿美元用于资助妇女健康研究的计划中都没有提到 缺乏裂父批准的治疗方法也表明药企对此缺乏投资 PCOS是一种与激素相关的疾病 但很难定义 因为它对女性的影响各不相同 这种疾病经常被误诊 只有三分之二的症状被用来诊断患者 尽管PCOS增加了患糖尿病 过度体重增加 高胆固醇和高血压风险 但胰岛素抵抗和顽固性体重增加等症状经常被忽视 通过TikTok英产贵有PCOS的女性 能够相互联系 分享治疗方法和故事 泽连斯基向乌克兰人发出复活节和平信息 雅虎在复活节星期日的讲话中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尼尔 泽连斯基呼吁乌克兰人民自卫 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乌克兰在星期日遭到俄罗斯的袭击 能源基础设施成为特别目标 乌克兰空军报告称 他们拦截了27次袭击中的18次 但仍有一些导弹击中的目标 有一人在利沃夫死亡 全国各地也出现了停电情况 幽默是强大的利亚 漫画挑战乌干达压制性政府 半岛电视台 乌干达漫画家吉姆·斯皮尔·森通哥 通过在线展览在该国引发了一种 欺喜式的抗议 一开始他在推特上鼓励人们发布 坎帕拉的坑洼照片 这一行动续组引起了关注 并促使政府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 此后森通哥组织了关于各种主题的展览 包括医院条件腐败和人权侵犯 这些展览为乌干达人提供了一个表达关切 和追究政府责任的平台 这些数字抗议的成功让当局感到担忧 他们过去限制了实体抗议 并试图在网上压制批评之声 森通哥的在线展览能够继续进行 是因为政府无法关闭所有的通信渠道 而社交媒体为乌干达人提供了一个表达不满的空间 然而一些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政府的个人 遭到了严重的后果 有些人被拘留 受到酷刑和逮捕 尽管存在风险 森通哥接受了政治活动家的角色 并继续组织揭露乌干达的腐败 群带关系和其他问题的展览 尽管数字抗议在提高意识和促使行动方面取得了成功 但森通哥认为他们已经成为乌干达的常态 令人不安 他认为不同的行动方式应该相互强化 而不是取代彼此 实体抗议不应被放弃 在线展览为乌干达人提供了暂时的缓解 并使以前沉默的个人有了发声的机会 但他们应该被视为其他喜事抗议的补充 普京下令1500-00争助武者服兵役 德国之声根据克里姆林公网站上发布的一份文件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弗拉基米尔 连签署了一项法令 将15万名应征入伍者招募入伍 俄罗斯的所有男性都必须服一年的义务兵役 博防部此前曾向应征入伍者保证 他们不会被派往乌克兰切线 但最近发布了一份文件 释放了完成基本训练的士兵 训练有素的士兵可以选择自愿在乌克兰服役 但许多人感到有压力这样做 俄罗斯去年将最高征兵年龄提高了三年 允许所有30岁以下的男性被征召入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信性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Refung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